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一览国学,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,曾世强教授,为什么小孩子会选择投胎到你家,不是来报仇,就是来报恩的。 点个订阅,每天与你分享新知识,千万不要错过下期精彩。 曾世强教授,为什么小孩子会选择投胎到你家,不是来报仇,就是来报恩的。 那些小孩子为什么要投胎到你家来,阴阳两个目的,一个是来报恩的,一个是来报仇的,就两个,反正不是来报恩,就是来报仇的。 我们一个人到这个世间来,这是缘,因是什么,基本的因是一个是相同的,新现实变,这是完全相同的,一切法都不例外的。 可是我们到人间来投胎找这个父母,这都是缘分,你为什么找这一对夫妻做父母,你为什么不找别人。 父母跟子女有缘,如果没有缘,当面也看不见,也找不到,什么缘。 孩子跟我们是四种缘,第一个报恩,过去生中你跟他有缘,这父母对你有恩惠,你遇到了很欢喜,你来报恩的,来报恩的小孩好,很省心,孝子贤孙,他就那么聪明,就那么乖,就那么听话。 你要是懂这个道理,我们对人要广结善缘,要广结恩惠,报恩的人才多。 如果是第二种抱怨的,过去生中你们是冤家对头,他到你家来,来抱怨的,来报仇的,这个麻烦大的,这个小孩将来是败家子,会搞得你家破人亡,来抱怨的。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,好的小孩少,坏的小孩多,什么原因? 你父母对人是不失恩德多,还是自私自利,想占别人便宜面头多,道理就在这里。 天下的夫妇很多,为什么我们唯独选择这一对做我们的父母? 主要是灵魂依据我们自己累世所造成的会合业。 相当于自己的总成绩来提出合理的申请。 由于父母和我们彼此都受到很多的限制,所以我们只能够选择合适的,不可能选择最好的。 居于这种相对的配合,我们必须充分体认,什么样的父母生育什么样的子女,而什么样的子女选择什么样的父母? 俗语所说的龙声龙,凤声凤,老鼠声打地动,这似乎是不能否认的事实。 我们最好的心态,应该是欢欢喜喜地接受,不怨天也不由人,更不需要自责自夸,以平常心来对待,抱持感谢的心情。 必然更加愉快。 从这个角度来看,天下无不适的父母,应该是至理名言,不论父母如何待我,都无怨无悔,将来事过境迁,自然明白这一切的安排都是合理的措施。 想一想自作自受的道理,便知道自己所选择的父母,是必然也是必要的,天底下什么都可以更换,只有父母换不得。 有些人埋怨,责骂,背叛,甚至于杀害自己的父母,目的不过在唤醒世人,不应该如此,这才不得不做出这样恶劣的不良示范。 当然,希望选到良好的父母,是大家的忠心盼望。 但是这种事情,必须反求诸己,只有自己才有办法达成愿望。 中国人把好父兄看成人生的第一好运,然后才是好师长以及好长官,可见良好的父母,代表子女的最高福分,因为天下人那么多,凭什么选上这一对,当然不是偶然的。 《义经》中有一句著名的话,既善之家,必有于庆,既不善之家,必有于秧。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,一个家族积累了善行,必然会得到好的果报,而一个家族积累了恶行,必然会受到恶的果报。 所以,如果一个小孩子投胎到某个家庭,是为了报仇,那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家庭曾经做过一些不善的事情。 从这个角度来看,我们可以认为,小孩子投胎到某个家庭,是为了提醒这个家庭的成员要行善积德,不要再做恶事。 这也是国学智慧的一部分,他告诉我们,行善积德是人生最重要的品质之一,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美好的果报。 第三种是讨债的,你欠他的钱,但是不欠他的命,他也不会要你命,你所赚的钱就得还给他。 讨债鬼,欠德少的,小孩养了三,四岁死了,为什么?你花了那么多钱,就那么多。 他讨完就走了,他跟你没什么感情,不管你怎么喜欢他,他对你没感情。 如果是欠德多的,他可能要讨个一、二十岁,攻到大学毕业,拿到博士学位走,这是讨德多的。 第四种就是还债的,是他欠父母的,所以他对父母物质生活会照顾很好,也要看欠多少,欠德多的,那他多还,对父母物质照顾很优厚。 如果欠德少的,对父母生活勉强供你够吃就可以了,不会给你多余的,不会给你日子过得很好的。 这我们都亲眼看见了,把父母当做什么,佣人差不多一样。 年岁大了,也有一个佣人去照顾他,但是看得跟佣人一样,每个月生活费用扣得紧紧的,没学佛不知道,一学佛知道这还债的,过去父母欠他的不多,所以他还他的很少,没有这四种缘,不会到一家来。 但是不管孩子来报恩的,来抱怨的,后天可以塑造。 中国人很喜欢讲一句话,山不转人转,不是冤家不巨头,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无缘无故的,我们的思想属于必然论,而不是偶然论。 人和人之间会产生关系也是一样,转来转去都是有冤的人才会碰在一起。 当然,冤家也不一定就是坏事情,有看了就讨厌的死对头,也有看了就喜欢的欢喜冤家。 所以,中国传统观念中另有一番说法,认为亲子关系决定于两代人的恩怨,子女不是来报恩的,就是来报仇的,我们暂且不论这种说法的真假,在我们的文化中,比较重视道德性的求善,而不是优先反映科学性的求真。 孔子说,计神如神在,中国人通过善来求真,而不是用西方人的方式,把善的观念放在真的基础上来衡量。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,子女的的确却存在两种不同表现,来报仇的子女,父母家财万贯,他帮父母花光败掉,父母生意兴隆,被他搞得一败涂地,就算父母身体很好,最后也被他活活气死,这样的败家子,就是典型来报仇的,来报恩的子女, 父母的健康,他会全心全意照顾,家境不好,他会赚钱来补贴家用,父母名声不好,他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,这种子女实在是难能可贵。 听到这种说法,很多人一定会着急询问,怎么分辨子女是报恩来的,还是报仇来的,这充分反映了中国人对这些事情宁可信其有,不可信其无的心态。 其实这种问题根本搞不清楚,只能用中国式的回答,很难讲,因为有的子女是用报恩的方式来报仇,而有的子女是用报仇的方式来报恩, 人的一生变化难测,人性是善是恶也并未有定论。 既然可善可恶,便证明教养子女的目的即在塑造子女,所以,父母不如不要去想子女是来干什么的,也不要盲目地论断子女是来干什么的,用心把握子女教养的过程才是关键。 其实报恩报仇,一半天生,一半人为天生来报恩的子女,父母如果不好好加以教导,就会忘记了报恩的初衷,或者不知道怎样报恩而变成报仇的孩子,天生来报仇的子女,也可能由于父母用心教养,化解了原有的仇恨,反而更加孝顺,变成报恩的孩子。 因此,在国学经典《道德经》中,有这样一句话,上山若水,水善利万物而不争,这句话的意思是说,最高的善行就像水一样,水能够滋润万物,却不与万物争名争利。 因此,我们可以理解为,小孩子选择投胎到某个家庭,是因为这个家庭具有善行,而且这个家庭的成员懂得如何去关爱和滋润这个小生命。 那么,在这个过程中,父母应该如何去迎接这个小生命呢?在国学经典《孝经》中,有这样一句话,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敢毁伤,孝之时也。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,我们的身体和皮肤都是父母给予的,我们要珍惜和保护这个身体,这才是孝道的开始,因此,作为父母,我们要懂得珍惜和关爱这个小生命,让他在一个充满爱心和关怀的环境中,茁壮成长。 此外,在国学经典《易经》中,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观念,那就是变,也就是说,世间万事万物都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。 因此,作为父母,我们要懂得随着时代的变化,不断地学习和成长,这样才能更好的教育和培养我们的孩子。 总之,作为子女,父母是我们自己选的,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谨遵孝道,不忘根本。 作为父母,既然子女选择了我们,就要寄来之则安之,好好把他教养成一个合格的人。 双方协作,共同完成各自的人生使命,才是明智之举。 喜欢本频道的内容吗?点个订阅,千万不要错过下期精彩。 得生玩的会计划 还好。